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去了将近九年 九年的时间足够孩子完成义务教育 剧中的演员处境完全不同 潮水退去再看八位主演的现状 不管是真红还是假红 差距一目了然 一 胡歌 明泰 在以往的谍战剧中 导演用的是沉着冷静 不靠颜值吃饭的男主角 伪装者不同寻常 使用了三位迷人的中生大演员 长相帅气 腰巴凌驾 当时 胡歌被公认为 古装小皇子 痞子帅气的李逍遥 重爱大义的景天 不守规矩的易小天等等 在一幕上塑造了太多白皙干净的小学生形象 让观众觉得他演不出硬汉 当时三十岁的他觉得是时候转型了 当伪装者的剧本交给他时 他看了十集就欣然答应了 中午的团队很优秀 编剧 导演 制作 他自己对角色的处理也很用心 在剧中跳窗 爬楼 肉搏战等动作戏中拒绝做替身 自己完成 事实证明 一个优秀的团队加演员 靠自己的努力也能拍出好片子 他一开始担心自己的年龄根本不是问题 明太让胡歌与正午阳光建立了良好的友谊 后来他们合作了 狼牙帮 县尾大院 等多部剧 近年来 胡歌的作品产量不高 但每一部都爆款 去年年底由他主演的《花儿的推出》 人气爆棚 《仙剑走红后》 火度近二十年 吕获白玉兰 最佳男主角 金英奖 观众最喜爱的男演员 等诸多奖项 在八零后演员中无与伦比 二 京东 明楼 明楼明台的大哥 三重身份的男人 性格沉稳 像个霸主 性格张力比明台还要多 所以金东全的粉丝也最多 黑色西装 长风衣 宽大的后背 无矿眼镜 将中年男人的魅力发挥到极致 演员和角色相得一张 剧播出后 金东从十八线演员跃升至 大书圈 顶端 成为中年女性的梦中情人 就连以自己名义骗人的 假金东 也赚了一大批中年粉丝 而他也因为 明楼 从配角变成了主角 然后一口气演了 欢乐颂 《钱半生》等多部热播剧 几乎都是霸气十足的总裁 不过他也在演老大 王耀卿演了几十年 观众没有感觉到审美疲劳 而金东短短几年就被批评为模特 一切都一样 时间久了 观众并不买账 他领先主演的《临身见路》 起风了 等剧集收视率非常平淡 口碑也一落千丈 就连回归 故乡的谍战剧 《无见到》 也上街了 但他在这个圈子里是弱小的 在另一个圈子里 他正在变成紫色 他已经是国家一级演员 中国煤矿艺术团副团长 拥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全国委员会委员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演员工作 委员会副主席等诸多重要身份 最近 他正在开会 他以新的形象出现在新闻网络上 三 王凯 明成 明成不是明家的儿子 但他与明台和明楼的关系 和自己兄弟的关系 并没有什么不同 他勇敢而有策略 明楼指出哪里就打哪里 他真诚 他可靠 与胡歌第一次接触年代剧不同 王凯在出演 《伪装者》时已经演过很多谍战剧 最受关注的还是《北无战》中的方孟威 同一个制作团队 很容易再次合作 一个三界男配角把他送上了当红学生的宝座 当时正午阳光还有经纪公司 王凯是他的艺人 自然是趁热追求 他出演了多部热门剧集 曾被称为正午太阳之子 近年来 王凯的事业全面开花 在《跨界歌王》上的歌声让人看到了他的唱功 清平乐 《大江大河》的热播也见证了他扛重戏的能力 今年还去了春晚 像中生大的巅峰 戏外的180家人就是一个行走的衣架 低音炮的嗓音和修长修长的手指 都让粉丝们着迷 4.刘敏涛 明镜周刊 斯皮格尔是名家的大姐 外面三大男在厉害 可是大姐就像妈妈一样 在大姐面前只能是一只小白兔 斯皮格尔的性格设计太好了 只要有一点演技就可以带走 刚刚沉寂多年的刘敏涛演技不错 终于迎来了中年的红 为什么说他很受欢迎 因为早在2000年左右 他就在《人鬼恋》 《前门娄子九张九》 等剧中饰演女一号 这些剧也是伪装者 这样的人创作的 但时间也是命中注定的 并没有帮助他当时登上巅峰 斯皮格尔带给刘敏涛的红利令人羡慕 当年的微薄之夜 久久未亮红毯的他受邀出席活动 并获得了年度最佳荧幕表演女演员 蒋童年 狼牙帮 让他的人气更上一层楼 直奔一线 剧本好 出演综艺节目 成为晚会的常客 他一身红衣 唱着红色高跟鞋 眼神模糊 那段时间 过度曝光让网友吐槽 跟不上圈外角色的后续角色 让他这两年的人气低了很多 当然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市面上能有中年女演员塑造的 立体角色太少 所以基本上只能演妈妈 五 王乐军 程锦云 至于伪装者的女一号是谁 答案就不一致了 有人说是大姐丝皮格尔 也有人说是名他的正班搭档程锦云 但不管是谁 程锦云的存在感都不高 一是他在剧中的角色过于白莲花 缺乏个性 二是余曼丽太耀眼了 下线后观众也容不下别人 剧中的边缘配角都因为 伪装者的热播收获了一波流量 但王乐军却从头到尾都像个隐形人 节目结束后 除了收到一波吐槽 他的咖啡位置丝毫没有改变 这几年 他的作品并不多 一共只有六七部 百分之九十都是小配角 有时甚至连酱油角色都演了 不过去年 他在社交平台上发文重温旧事 他说签约时是第一位女性 但拍戏时锁骨被胡哥砸了 因为胡哥接了其他戏 没有时间休养 只能带商拍 并且不得不删除许多场景 然而 他在这篇小文里说的话 却被深调了出来 其中不少与他之前的采访内容相冲突 他和网友打了三百个回合 不仅没有得到同情 还被人吐槽 蹭热 值得一提的是 哪怕内涵事 越混越差 胡从头到尾都没有回应 给了双方足够的尊严 六 宋艺 于曼丽 于曼丽的性格美丽凄惨 有着不堪重负的过去 拥有非凡的记忆 有爱心的人 愿意为他献出生命 宋艺对这个角色的契合度非常高 制服一穿 球头就被刺穿了 整个人都清爽干净 旗袍穿了一万种款式 在严肃的谍战题材中 从男性的角度出发 他就像沙漠中的一抹绿色 如此吸睛 他与明台的羁绊 也成为剧中一个轻松的偶像元素 在很多观众心中 他就是这部剧的女主角 宋艺是幸运的 初到第六年 他遇到了一个带他飞翔的角色 他的演技也让他抓住了这个机会 在《庆庆岁月》 《女婿》等古装剧的播出 稳住了他小花的地位后 近几年 他如蒙公般深耕娱乐圈 目前代播的剧集包括 罗云熙主演的古装悬疑剧 《严心急》 以及《舍下曼》主演的现代主题剧 《今日他们》 今年 他还出现在央视春晚上 还受邀在春晚上演唱音色不全 足以证明他的人气高 流量大 七 王欧 王满春 王满春是情报部的主管 他心狠手辣 但工作果断的时候 却有点恋爱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 他在一次任务中遇到了明台 他本来打算去看看他们 却因为对方的 嫂子而找不到北方 他最终下线了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他太爱明楼了 这个角色是一个有点疯狂的反派 但王欧的魅力 在这个角色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皮大衣和手套 复古的发型梳着油滑的 火红的嘴唇 令人难以置信的迷人 王满春无疑是王欧事业上的一个转折点 在有了流量之后 他在热门综艺《星探》中拥有无数粉丝 出演过《周末父母》 《鲁莽荒原》等多部电视剧 然而他的光明前途却因为《夜光剧本们》 而大打折扣 从女主角降为女配角 2023年 他何比他小五岁的何九华飞闻贫贫 今年基本处于退休状态 传闻他怀孕生了 他很少做生意 偶尔发一张半身照 从他的身份状态来看 他确实有点怀孕 不知道传闻是不是真的 8.刘一军 王天峰 刘一军和刘敏涛一样 属于山鹰的后锅肉 年轻时 他们拍了不少孔圣 李雪等前辈的作品 但一直没有红过 也从没想过二十多岁演主角会不红 但三四十岁演配角会爆红 王天峰是名态的老师 他颇为心机 手段狠毒 是个用 死亡计划 谋划生死的狠人 起初 我以为他是反派 但后来随着剧情的发展 我发现 他是一个可以为抗日大业牺牲生命的正正人 对他产生了钦佩之情 刘一军性情多变 能演诡计多端的反派 也能演国家和人民的警察 继伪装者 和狼牙帮之后 他在大野圈子里的地位不可动摇 成为最多产的 大叔之一 目前 他有六部剧要播出 包括 大凤打卫兵 成光 而粉丝们不仅对他的角色充满期待 而且对他的痴迷不亚于对那些年轻的 顶级主播 的痴迷 他们年过五十 年纪轻如十几岁 肩膀戏 几倍挺直 坐在那里 气氛十足 时光飞逝 追剧的场景依旧历历在目 转眼间就是九年前 剧中大多主创在剧后都抓住了挥霍的财富 一直以这种股东风格在娱乐圈稳扎稳打 红的紫 但也有一些 炸胡子 名气越来越小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对不起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